各位觀眾,印尼蘇門搭納西面尼岸海域發生黎克特製8.7級強烈地震,之後再發生多次魚震 最強魚震達到8級以上,最接近鎮央的阿齊省當局已經延長海嘯警報2小時 而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就再度對整個印度洋發出新一輪的海嘯警報 首次地震發生在本港時間下午4時多,震量位於班達阿齊西南約440公里,震源深度33公里 阿齊省西面和北面沿海出現高達80厘米的海浪,未有造成嚴重損毀 北韓最快會在明天上午在西北部的東倉里發射場發射光明星三部衛星 北韓官員表示負責運載衛星的銀河三部火箭已經開始注入燃料 預計燃料加注工作會在適當的時間內完成,但官員並未提及具體的時間 只是說,北韓有可能在明天發射衛星,但具體的發射時間會由上級決定 北韓最快會在明天上午在西北部的東倉里發射場發射光明星三部衛星 北韓官員表示,負責運載衛星的銀河三部火箭已經開始注入燃料 預計燃料加注工作會在適當的時間內完成,但官員並沒有提及具體時間 只是說,北韓有可能在明天發射衛星,但具體的發射時間會由上級決定 新聞報道完畢,再見 新聞報道完畢 新聞報道完畢